Hello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這邊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們延續上一次的話題 繼續跟各位聊聊 Jaguar X-Type 這台Baby Jaguar的故事 好的 我們在此前節目跟各位講過 Jaguar自從被福特這個東加併購了之後 開始利用福特集團的資源 來拓展它的生產規模 來拓展它的產品 來拓展它的產線 所以在1998年推出了所謂的Jaguar X-Type 並且提早在2001年 本來是預計在2003年上市的Jaguar X-Type 也跟著在市場上出現了 那麼X-Type跟S-Type 果然因為他們這個車子比較便宜 而且市場也比較大 所以讓Jaguar的年銷量 讓它的生產規模翻了好幾番 也讓Jaguar這間車廠開始賺到錢 畢竟這兩台車子賣得多 而且它的開發成本 因為跟福特區共同攤體 所以開發成本並沒有多很多 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Jaguar X-Type 因為這個車子 它基本上就是來Mondello雙升車 只是它的配備稍微好了一點 但是它的銷量 也徹底的讓S-Type之後的Jaguar 又翻了一番 所以這個車子讓Jaguar 迎來的當時史無前例的一番大榮景 只是也只能說 Jaguar成也X-Type 敗也X-Type X-Type到了產品中後期之後 因為Jaguar沒有多餘的資金 去研發它的後繼車 所以它到後期越賣越差 甚至到最後 它的後繼車還沒有直接無風接軌 後繼車X-E 是在X-Type停產了好一段時間之後才出現的 讓人家覺得相當的可惜 沒有把這股氣勢一路這樣延續下去 那我們上一次主要是跟各位講 X-Type它的開發的故事 以及它一開始上市的時候 它全車系都是6缸引擎 分別是2.5V6跟3.0V6 只是為了跟其他競爭對手區隔 所以它全車系也都是Traction-4 四輪傳動系統 那麼內裝的部分 當然它是延續Jaguar一貫的高級質感 所以內裝完全感受不出來 它是一台Mondel系統出來的一台車子 內裝一樣有Connery真皮座位 有大面積的陶木飾板 還有Jaguar經典的J-Gate 這個排檔頭的造型 那麼接著我們今天繼續跟各位聊聊 其實它的內裝分成兩種檔次 應該說它的外觀跟內裝 還分成兩種版本 分別是SE跟Sport 這兩種版本當然就顧名思義 SE它就是比較高級化的版本 所以它的內裝是採用亮陶木 而且外觀很多鍍鉻件 但是Sport它就是運動化的造型 所以它外觀叫做去鍍鉻化 講白了就是鍍鉻的地方 就把它噴成車身銅色 看起來運動感比較好 並且它是採用17吋的鋁圈 那SE的版本是採用16吋的鋁圈 還有就是說 Sport它的內裝 是採用深色的黑桃木 並且以黑色內裝為主打 當然如果你開心 你要選擇米色內裝 在Sport的車型上面 也不是不行了 那麼有了這些基本的陣容之後 Jaguar當時就喊出說 我們在X-Type X-Type這個車子 一上市的第一年 全球消耗目標是8.5萬台 各位8.5萬台是什麼樣的數字呢 基本上就是再翻一倍的意思啦 就是說 Jaguar在X-Type出來之前的 銷量的翻一倍 而且Jaguar他還說 我們未來還會蹭蹭追擊 我們的X-Type不只有四門的轎車 我們還會有雙門 三門先輩 甚至還會有旅行車 這個話是講的非常的大 而且他還說 為了要向下扎根 我們一開始是2.5跟3.0V6這兩個引擎系統 未來還會再出現一個2.0的前輪傳動版本 甚至還會有一個X-Type R 這個用3.2機器增壓 這是我們一開始第一時間收到 Jaguar他的情報了 當然Jaguar敢把氣球吹那麼大 也不是隨便說一說而已 因為這個車還真的是滿便宜的 比方說最入門的2.5V6首排 在英國當地的售價是2.2萬英鎊 在北美當地的售價也是29950美金 壓在3萬美金的心理門檻之中 就算是2.5頂級的售價 在英國也只賣了24000多一點點的英鎊 比起同級的Benz C-Class C240 或是B123C的325 便宜了很多 各位你要了解 這還是一台四輪傳動版本的車子 就算是配到滿的3.0頂級的售價 在英國也只賣了25545英鎊 相對的便宜 美國當地的售價也只要35950美金 比起同級車來講 它真的是最便宜的 不過說起來也滿好玩的 這個車子在英國當地的媒體 評價還算是不錯 這個車子應有盡有 而且內裝相當舒適豪華 可是在美國媒體就不買單了 我們看了幾個美國的試車報道 尤其是Car&Driver Car&Driver在當年很喜歡把同級車 一口票七八台十台全部找過來 大家一起去測試 出去一個長途的旅行幹什麼的 每次我們看到了這個Jaguar X-Type 在同級車都是排最後一名 偶爾會看到它排倒數第二名 但是你說它要名列前茅就不大容易 這個美國的媒體對它看起來是頗有為辭的 好這個是在海外上市的一個情況 至於在台灣這邊市場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其實這個車子在2000年年底 那時候媒體照流出來的時候 台灣這邊媒體就有大肆的報導 台灣這邊外國稍微晚了一點 我們是在2001年的8月13號 空運認證車抵達 而且在8月下旬就搞了預賞會 為什麼會選在這個時間 當然就是所謂的農曆七月 為了要避掉農曆七月 真正正式發表是在9月18號 當時台灣只發表了2.5 而且接單價是188萬 這個數字其實也蠻妙的 因為這個華人喜歡所謂的8 188萬討個吉利 而且對照起同級對手來講 這個車子也不算是太貴了 而且當年的配額只有150台 據說第一年還算是順利把它賣光光 那台灣當時以米色內裝為主打 那另外你可以選擇深色內裝 配備當然就是所謂的滿配 因為台灣進的是SE的版本 橫溫CD電動座椅天窗 電子後製鏡六顆氣囊 ABS EBD 這種東西都是很到位的 那麼到了2002年的時候 銷量就不大行了 因為我們剛剛講 第一年它的配額是150台 還算是順利賣掉了 2012年的前五個月 賣的數量就沒有那麼的理想 賣不到100台 但是原廠它倒是搞了一個行銷說 你看我們雖然賣了這個數字 但是我們還是比同一對手 BNW325賣的還要多 道理也很簡單 因為BNW146那時候也不只有325 還有328或是330這些車型 所以這樣去比其實有點勝之不無 不過總概也很清楚 單靠一個2.5的車型 隨時不大夠 所以雖然2002年因為X-Type的引進 所以讓Jagra Taiwan Jagra這個品牌在台灣它的業績 翻了幾乎壞一倍 比去年成長了83% 但是你單靠一個2.5V6的規格 是不大夠 尤其在台灣的稅金制度來講 2.5你繳的是3千七七的稅金 所以你的競爭力就不大夠 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 BNW325i會賣出Jagra X-Type 也是因為卡在稅金 所以後來在2002年的9月 台灣發表了2003年式 這個時候追加了 車內自動防線後視鏡 其他的部分就維持不變 售價也沒有變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在2003年 把2003年式的2.5出行完畢之後 台灣就開始改發表了3.0的版本 而且2.5不再引進了 其實台灣引進的3.0跟2.5的外觀 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只是差在於說 它的鋁圈是改用225 45 R17的扁平胎 其他的配備跟2.5是一樣的 而且更好玩的是 這時候還是沒有HID 大家搞不太清楚 然後售價是比2.5貴了一些 本來2.5是188萬 那3.0來到了199萬 但是這時候3.0的價格 還是比同一車便宜 而且更重要是什麼呢 這個時候台灣同時引進了2.1 這個入門的版本 好講到的2.1 我們一開始跟各位講 在X-Type剛在全世界上市的時候 原廠結果說它未來會追加一個2.0前驅的版本 正式發表的是在200年9月的法蘭克福車展 發表了2.1的前輪傳動 這個排行真的是蠻有意思的 各位你想一想 在車界來講 你有聽過有什麼車是2.1的嗎 坦白說 我現在13顆在錄節目當下 我真的是沒有想過 好像只有X-Type有2.1 而且這顆2.1很妙 這顆2.1是V6 也就是說X-Type它全車系的汽油引擎 通常都是V6 這個倒是始終如一 那這顆引擎怎麼來的呢 以Jaguar的玩法 它不可能重新開發一顆2.1的V6引擎 怎麼辦 從2.5去把它縮剛過來 但是也不是縮剛 它剛性不變 它只是衝成把它縮短 那為什麼要取2.1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這個數字真的是很妙 我們剛剛講 我實在是沒什麼印象 全世界還有什麼車是2.1這個排行 就是因為它沒有什麼優勢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它的稅金 過了2.0又是一個急距 你搞了一個2.1 你是不是要繳比較貴的稅金 這是一個嘛 那你說沒關係 像台灣是600CC一個稅金急距 所以你看 這個2.1是不是繳的就是2400CC以下的稅金 這個其實優勢也不錯 你不要忘了 X-Type這個車在台灣它是進口車 以當時台灣進口車關稅的課稅的方式 2.0就是一個門檻 所以2.1它的稅金 因為它超過排行量2.0 所以它的稅金比2.0還要多10% 所以其實在台灣這個車子 也不見得有多大的優勢 所以我不太清楚 為什麼Jaguar要把引擎縮鋼為2.1這個神奇的數字 可能它覺得低於2000CC不好看 可能是這個樣子 那它的基本上它的配備 跟其它的2.5的版本是差不多的 就是它少了四輪傳動 因為如果你2.1再搞個四輪傳動 這車不會動 而且Jaguar也算蠻聰明的 它把四輪傳動系統給拿掉 那麼還有就是引擎 說它的充程之後 這個引擎的重量也稍微低了一點 所以它整台車的重量 比2.5還要減輕了100多 一點點公斤 所以這個車子雖然它的馬力 比起2.5少了很多 但它的加速其實差不多了 開起來也蠻輕快的 台灣是在2003年的6月才發表了2.1 那麼7月2號公佈售價是168萬 完全符合台灣人極力的數字 你看以前2.5是180萬 這時候是168萬 而且那時候為了要促銷還有 一百萬二四起的零利率 那台灣當然引進了還是SE的版本 所以它的配備基本上是比照了2.5 那主要說外觀上還是有點差異 比方說這個2.1的外觀 用的是鋁圈是七爪的 還有就是它的尾管變成隱藏式 2.5跟3.0它的尾管是雙出 而且很明顯 那麼2.1是基本上我們這樣看 應該是只有一邊 而且是單管隱藏式的 還有就是它車尾的這個車排氣量的名牌 本來2.5會寫2.5 3.0會寫3.0 那2.1它就不會寫2.1了 就把它給藏起來了 那內裝基本上配備跟2.5是一樣的 也是維持Connery加所謂的桃木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豪華 好這個是2.1上市時候的一個情況 至於在當年年頂呢 2003年11月台灣發表了2004年式 因為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在國外做了一次小改款 那台灣是在年底的時候才導入 這次小改款呢 它的外觀做了一點更動 你不仔細看看不出來 首先第一個 它水上到直撲的部分改成鍍鉻了 之前鍍鉻沒有那麼的明顯 這一次的改款看起來就是直撲鍍鉻 然後吸引箱蓋上面有個鍍鉻式條 拉得更長 吸引箱蓋釋放鈕按鈕的位置也有改 另外一個是它側葉子版的方向燈 改成了白色的燈殼 而且它四輪傳動版本在車尾會有貼個AWD的字樣 也其實講白就是說2.5跟3.0 它後面會多了一個AWD的字樣 那你看不到的地方呢 比方說它前面的防重鋼梁有強化 還有就是呢 它頭枕墊條呢 由雙向改成四向 那前背架呢 由一個改成兩個 前座的音響揚聲器呢 由兩個變成三個 那至於在配備的堆疊上面呢 2.1車型呢 多了自動雨刷 自動大燈 自動防具後製鏡 3.0增加了風目方向盤 自動水平HID 帶頭燈清洗 終於有HID了 那售價當然也做了一點調整 台灣這邊呢 2.1的報價是175萬 3.0是破200萬 到了216萬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X-Type 它因為有2.1的關係 所以它的銷量是 逐漸的在往上升 是沒有錯 但相對呢 3.0的銷量 就一直維持著平盤 那這時候呢 Jaguar的台灣的代理商 也出了一個奇招是什麼呢 它率先針對2.1 引進了一批Sport的版本 JP據說只有40台 那售價呢 增加了6萬變成181萬 它外觀呢 就是比照了Sport Package的配備 比方說我們講的去度各化啦 還有就是說 它輪圈升級到17寸的貝耐力P0 還有跑車懸吊 不過啦 為了因應台灣這邊的競爭力 所以 JP Sport呢 它的內裝不是用黑色 它是用米色 但是木紋改色了深色桃木 而且 前座椅呢 改成桶型 那這批車賣得還不錯 所以後來呢 台灣在隔年 2005年的7月呢 又引進了一批3.0的Sport 而且 售價是226萬 你會說 之前你3.0不是賣216萬 對不起喔 這是2005年7月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呢 3.0已經漲到了226萬 等於說這批Sport 它是 不加價了 等於說 你有這個外觀空力套件這些東西呢 但是呢是免費的 而且只有15台 所以呢 這個一下子就結單完畢了 它有前中後的空力套件 有小偉意 而且呢既然2.1的Sport 已經弄到了17吋旅圈 那這批30Sport 配的是18吋的跑車胎 那甚至呢 當時 因為當時我去講這間看車 當時他們還找了其中一個 車主來當代言人 這個代言人呢 是台灣某個集團的公子 我也覺得很妙 奇怪你這車不是已經賣光光了 為什麼還要找人來代言呢 可能為了做一些形象宣傳吧 那有了這批成功的經驗之後呢 後來他們又倒了一批2.1的Sport 那這批2.1Sport 也只有15台 我在猜啦 應該是原廠去塞庫存過來啦 然後售價呢 這也是維持了184萬 當年的這個報價 沒有什麼變 那外觀配備跟我們之前講的 這個第一批2.1的Sport 也都是一樣的 那只是啊 到這個時候 到了2006年的時候 2.1也開始賣不動 因為你想一想 它的競爭對手 來BMW呢 這個146也改款變成190了嘛 然後呢這個賓士 Mercedes-Benz W203也將進行W204 所以Jaguar這個車子 從2001年出來到這個時候 雖然說2.1它的排氣量稅金 是比較傾斜一點 但是其實也賣不太多 而且它的這個售價 將近200萬的售價 競爭力也慢慢變弱 而且各位不要忘了 這時候Lexus的ES也好 IS也好呢 它的競爭力是相當的強勁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針對了它的動力 不是動力不足 它的配備競爭力不足呢 在2006年的時候 又發表了一批 Highline的試樣 Highline這批2.1 主要是針對著配備做一個升級 比方說它增加了前雙座 10項的電動調整 這個自動HID大燈帶水平 但是呢 這一批很可惜 沒有配到ESP 而且它的售價是調降的 它調降到179萬 這個是這一批Highline的配備 但是呢 它的這個時候 這一批的Highline配備 並沒有把它銷量完全給帶起來 尤其後來又發生了什麼 金融海嘯 所以台灣當時這些 不要說Jaguar 像是Lexus 像是Benz Bandell銷量都受到很大影響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就是陳志忠的事件 那陳志忠事件呢 到底是怎麼來的 各位自己上網去搜尋一下 我們這邊就不多說了 所以讓Jaguar的銷量 在台灣呢 是這個連番的下挫 那麼Jaguar的X-Type 到最後期還有做了一次改款 它的改款呢 在外觀上主要是 把水箱罩 把前面的車桶呢 改得很像X358 就是Jaguar X-Type的小改款 這個造型 看起來是更加的氣派 但是這個時候 這款車的聲量相當的低啊 所以我記得 那時候我有去展示間看 這個車子呢 哇搞的大降價 我記得3.0 後來的初清價 本來是200多萬台幣 一口氣降到179萬台幣 而且有線車可以交 然後還可以再來談零利率 那時候搞了我相當心動 當然因為我身為一個三級品 其實我也買不起來 也是在那邊看看熱鬧而已啦 好這個是呢 我們跟各位講講 Jaguar X-Type 這台車子它從頭到尾在台灣 銷售了一個大致的過程 那當然啦 我們剛剛有跟各位講說 其實Jaguar一開始在發表 這個車的時候有說 它為了會吹出雙門的跑車 三門先輩還有 Estate的旅行車 但實際上 最後只有五門的旅行車有上市 而且這個也是Jaguar史上第一台 五門旅行車 X-Type的Estate 那這款車子呢也蠻妙的 它的尾燈的造型呢 它跟四門的尾燈差不多啦 甚至我懷疑兩個根本是共用了 它是為了要維持說 四門的這種形象 要融在五門當中 形象的維持是很好 不過這造成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五門先輩在海外上市的時候 被媒體批評什麼 它的尾門的開啟 為什麼Benz 他們的五門的車型看起來都很像貨車 因為它五門的燈可能變成直立型的嘛 沒辦法像房車這麼的活潑嘛 因為它是為了要領尾門的開啟角度 要能夠平直啊 可是Jaguar呢 它做了這個無意的堅持造成什麼 它的X-Type 它的尾門的開啟的空間很小 造型也很奇怪 所以大部分媒體的批評呢 都是說這個五門的實用性不高 更重要是什麼 Jaguar這個車子本身 跟它的形象就不太適合做五門的車型 其實早在此前 S-Type在上市的時候 就有說它要推出五門的旅行車 到最後是沒有推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覺得跟它形象不合 你去看 Jaguar即便到後面的XF 推出了五門的旅行車 它的定位叫什麼 叫Sport Brake 它不是一般的所謂Estate的 不是所謂的Wagon 而且當時XF也不是一開始就推出五門旅行車 它是到了它後期小改款之後呢 才推出這所謂的Sport Brake 而且找了一個人來代言是什麼 貝克漢 就是那個足球明星貝克漢 讓它來強調 我們這個東西 不是一般的旅行車 我們是運動化的旅行車 即管有這樣子的包裝 其實呢 XF的Sport Brake賣的也沒有說特別的好 而且XF的Sport Brake 至少它把X-Type這種Estate 這種尾燈擋住行李箱的問題 給徹底的解決 但是畢竟跟它的品牌性還是落差太大了 所以X-Type的Estate會失敗 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那台灣當然為了避免影響 Jaguar的品牌形象 所以這個車是沒有引進的 雖然是後來的XF Sport Brake 也只引進了一批 就沒有再繼續引進了 避免影響大家對於典型Jaguar的認識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節目內容跟大家繼續聊聊 Jaguar Baby Jaguar X-Type這台車的故事 這台車基本上我是從頭看到尾 從它新車一上市的時候我就去展示間 中期後期我都去展示間看 因為這個車的外型我真的非常喜歡 當年我雖然買不起 但是我有買了一台Masto 1-18的模型車 一直維持到現在 偶爾還是會拿出來晃一晃 露一露 因為這個車子真是我們一般平民老百姓 跟Jaguar最近的距離 尤其這幾年這台車子的中國行情 已經到了一個相當低迷的程度 所以如果有機會 我也想要弄一台來玩玩看 到底一台福特古Jaguar皮的車子 開起來是什麼樣的一個感受 如果未來真的有機會開到這個車 我們一定會透過其他的方式 去跟各位分享這台車的駕駛性的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了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節目 非常感謝各位收聽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們其他精彩的節目 我是Celsior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